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钱佬真产的故事层出不穷 霍家、李家、何家等等的豪门故事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厌了 但是除了豪门真产之外 也同样有人 是因为被欲望所吞噬 而变得六亲不认 今天所讲述的故事 就是香港家族真产当中 其中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 因为当中的情节太过震撼 而这一场接近20年的家族真产案 亦都成为电视剧集 《九七变色龙》 以及《唐心风暴》的创作蓝本 这宗真产案 更加将万恶前为首 趁情指甲薄的这番说话 诠释到淋漓尽致 今天 大家就跟着伍sir一起来 了解一下这宗真产故事的始末 大家好 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宠安调查员伍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 慈善灵王真产风暴 劇情反转再反转 案件当中的男主角 是人称祥哥的新马思真 他原名叫邓永祥 又名新马仔 祥哥在1916年6月20日出生 在1997年4月21日离世 邓永祥的童年并不幸福 在他8岁的时候 父母就已经离婚 他的爸爸邓奇以岛为生 几乎都没有怎样照顾过他 而他的后母就对他的旗刻薄 经常会打他、骂他 但是正所谓 人不轻狂枉少年 于是年纪轻轻的邓永祥 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 1925年 当时9岁而流落街头的邓永祥 他非常之幸运地 被一位江湖艺人收留学艺 后来他去到茶楼演出 在表演期间 他获得一个老航专赏 之后被转介去到 当时著名小新何秀年的名下学习粤劇 虽然邓永祥的爸爸难倒 但是好在他都有一个听戏的爱好 因此令到邓永祥 自小就耳如目掩 学起戏剧上来一点就通 在他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在利母台戏院登台演出 在台上更表现出他非凡的造戏天赋 成为了当时粤剧圈里面出名的神童 从十一岁开始 邓永祥跟着戏班四处演出 虽然他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但是就很擅长 模仿当时大烈的明灵马斯珍 而见到邓永祥年纪轻轻 又学得有模有样 作为他的师傅 何秀年光翠帮他起了一个艺名 就叫做新马斯珍 所以新马斯珍这个名 就是这样得回来的了 果然 这一次古早版本的炒作营销 很快就令到邓永祥声名大噪 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 及后他在太平戏院的演出 几乎每场都爆棚 据闻当年在西环的太平戏院 原本一直都在窥蚀 但就因为新马斯珍这位新进的人气王 而令到戏院转规为形 后来17岁的邓永祥离开戏班 转移跟随当时和马斯珍齐名 有粤剧《灵王》 万能泰斗之称的著名粤剧《老冠》 涉角仙拜师学艺 邓永祥跟着涉角仙 北上学习京剧 然后成功地融合了 京剧和南欣的《唱康》 创出自成一格的新马康 三十年代 香港电影 步入有声片的时代 邵氏兄弟的《天一》港厂 在1933年 出品了第一部 由中国人独立拍摄的有声电影《白金龙》 并且创核了百万票房 而这部电影 正正就是改编自邓永祥的师傅 涉角仙的戏班名作 自此 粤剧改编的电影《风味一时》 很多电影公司都争先恐后 邀请当时的《明灵》合作拍摄电影 而邓永祥也有幸 搭上了拍摄电影这班顺风车 他在1951年出演了歌唱《沙三少》 他的演和唱都非常好 将主角《沙三少》的嬌车淫逸 全息到极致 所以当时这部电影十分火爆 也都令到他更加出名 邓永祥十分擅长 去扮演小人物角色 例如是理发师 茶楼伙计 洗车工人 他都顺手黏来 因为他将市井百姓的辛酸 用灰鞋幽默的手法 带到大萤幕前面 所以他十分受当时市民的欢迎 他所演出的作品 自然也是电影票房的保证 在之后数十年的影坛生涯里面 邓永祥所出演的电影作品多不升数 很多作品都溃质人口 邓永祥同时也会出席很多慈善节目 比如说家传胡晓的欢乐满东华筹款节目 每年都会邀请长哥献唱筹款 而他的首本名曲《万岳淫》为首 往往就会成为压组的表演节目 而当他唱一句 义呀浪得我贪 贪也贓 国路的善款就会源源不断 所以多年以来 长哥出席过无数的酬款节目 因此 他后来被称作为慈善凌王 长哥的其他作品 也都被很多影视作品引用致敬 好似《鹿鼎记》里面 周星祠的《韦小宏》唱过的一句 就成为大众的经典回忆 而张伟健饰演的韦小宝当中的那句 梁风有信抽月无边 就出自长哥的客途秋恨 我识长哥 除了遗传爸爸的粤剧嗜好之外 同时都继承了他好赌的本性 根据长哥自己透露 60年代之前 他在倒桌上输的钱 就已经2000万计算了 而千万这个金额 在当时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打个譬喻 当年霍英东购买利氏家族 在铜锣湾的市馆大厦 都只是用了280万 1969年落成的美夫新村一期 一个三房单位 当年的售价是几万元 因此以当时的物价计算 长哥他所输的钱 就已经可以买起整条街的物业 由于常年运职于赌场 长哥的社交能力相当强劲 堪称隐形大佬 而且黑白两道 都会对他礼让三分 他更加和很多大人物都关系匪钱 而且不单纯是一般的倒桌情义 江湖传闻 旧任澳门赌王傅老荣 曾经被人绑架 到最后都是全靠长哥的人物关系 最终才可以平安归来 而有传媒也曾经报导 长哥早年经常去到澳门豪岛 一度输到傾家荡产 幸好他最终戒岛成功 更加将收入转为投资 入股何鸿新家族的核心产业 奥如股权 之后 长哥又在湾仔建成12层楼高 总共42个单位的永祥大厦 又在沙基湾开始楚留香酒楼 建立永祥唱片公司等等 戒岛之后的他 成为了拥有丰厚身家的大老官 更加在1977年 取得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班首的名誉艺术博士 1978年 又获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颁赠原座分章等等 因此长哥在粤剧方面 亦都取得无数的成就 作为娱乐圈的老前辈 长哥可以说 是一个声名与财富兼收的男人 而这么优秀的男人 身边的粉红佳人 就自然不会少 长哥的第一任妻子叫梅丽芳 他们结婚之后没多久 两人就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 之后就没再联络了 而他第二任的妻子叫梁添添 据闻这任妻子 亦都是长哥一生中的滋爱 但是很可惜 梁添添在早年 就患上肺病 29岁就已经荒华早逝 而因为心爱之人的利势 长哥一度颓眉不振 但是很快 学戏剧出身的蔡珍珠 出现在长哥的生命之中 因此又再度令到长哥 感受到爱情的滋润 而他们二人看起身非常登对 婚后的他们 肉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 当年似乎拥有幸福美满生活的长哥 最后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而令到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出现暗涌 而这一个女人 就是人称为长嫂的洪金梅 她就是日后 更加增产大气的女主角 而她的一生 同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洪金梅出生于1945年 她比起长哥 续续小了29岁 而他们的结合 完全可以说是初代的妇女恋 因为洪金梅的家境贫行 所以她年仅17岁的时候 就去到北角丽公夜总会 做母女谋生 而她进入封城之地 来到星色犬马的另一个社会 洪金梅就有她自己的一套生存法质 虽然她的掌上不算是特别出众 但是她人中的那颗美人志 和22寸的小盲腰 就令到一众男士过目不忘 而拜到在她石楼群下的追求者 确实不少 传闻当中还包括四哥借言 根据长嫂的回忆 当时邵逸夫 力要她去到邵氏拍戏 而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 就是这样 放在她的面前 所以长嫂当时自然是心动的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她最终都是拒绝了邵逸夫的邀请 因为她觉得 娱乐圈里的女明星 个个都很漂亮 而自己并非是最漂亮的个个 所以即使入到行 都未必会红 于是 洪金梅就继续留在夜总会 并且很快就成为夜总会的当红员工 在1962年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洪金梅在马场认识到长哥 于是 她的人生轨迹 就彻底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当时 46岁的长哥 在见到洪金梅的第一眼 就彻底为之心动 她完全不顾自己是有苦之夫的身份 而当时年仅17岁的洪金梅 竟然都没有拒绝对方的追求 两个人很快就顺势在一起 她其后更为长哥 担下了四名子女 分别就是 邓少尊 邓少荣 邓小艾 和邓碧玉 另一边 长哥就不断向赛珍珠提出离婚 最终 彻底死心的赛珍珠 最后承传了长哥的心愿 离婚之后的她 偽然带着三个儿子移居英国 之后再没有回到香港 从此 洪金梅终于顺理成章 坐正长嫂之位 但事实上 她并未能如愿以上 过上养尊处优的阔态生活 因为她多年以来 都要一直照顾长哥的起居饮食 接着对方到处演出 帮她打理工作 和生活上的大小事务 为长哥斟茶递水 帮补品养生 事务大势 都处理得非常妥当 但可能是长哥觉得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 于是长嫂为了令自己 看上去显得成熟一些 所以她就二十年如一日 将头发扎成发继 并且因为长哥喜欢自己的小蠻腰 所以长嫂就一直穿着素身的衣服 一着就是三十年 虽然长嫂 事事都以长哥为先 但是她的控制欲其实是极强的 因为家里面 无论是大小事务 都是由她作主 甚至她还成功 帮长哥这种 试倒如名的烂倒鬼 戒除倒人 除此之外 从长哥往后的日子 就只有一个长嫂来看 这就足以证明 长嫂唇俘有道 另外 长嫂教导子女的手法 就堪称是地狱级严号 由于她不希望有 持母多拜仪的理念 所以四个子女 几乎都是被长嫂 从小严厉教训到大 再加上她工作繁忙 根本就没时间照顾一群子女 所以她和子女的关系 就无形中变得越来越淡 长嫂也有承认过 当年为了要压得住一群子女 所以她就搞一言同政策 她说 当时我在她们的心目中 是一个绝对无伤无粮的妈妈 而这一切 亦都为日后的母子相争 埋下了祸根 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很难 而要做长哥的正牌妻子也不容易 因为除了要为对方生儿育女 操持内外之余 同时全世界都知道她们的关系 但是就要一直等到 同居了27年之后 善重于如愿以上 在1992年 她们终于登记注册 成为真正的夫妻 虽然这场婚礼山山来迟 但是她们都十分隆重高调 结婚当日 无线电视全程直播 而节目名就叫做 金马鸿梅庆童心 当时 邵逸夫坐主宾席 曾志伟做司仪 刘德华 张慧健 吴军瑜 都是表演嘉宾 这场婚礼 可以说是军动一时 据闻当年她们注册结婚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 嫂嫂为了防止 嫂哥八年龟老之后 嫂哥前妻蔡珍珠的子女 会回来欠家产 但是最终 复仇的前妻就见不见了 反而是陪伴在责的 嫂嫂 竟然开始私底下转移资产 于是 邓家的真产大戏 就从此拉开了帷幕 1996年 嫂哥抱病入院 而嫂嫂就背着家人 将嫂哥名下的一些物业 偷偷变卖 并且将资金转移去到海外 她一系列的小动作 很快就被嫂哥 和几个子女发现了 而嫂哥在一路之下 就将自己名下 永祥大厦的九成业权 转赠了给四个子女 当嫂嫂知道这件事之后 她的电影肯定不信了 于是就马上去到律师楼大闹 更加放话声称要离婚 最终这34年的游情物意 就是这样开始逐渐瓦解 亦都是这个时候开始 邓家的这场大龙凤 频频登上娱乐版的头条 没过多久之后 嫂嫂和嫂哥一起 在永祥大厦 为动画录影呼吁捐款的时候 邓小艾和邓少榮 就突然带着记者出现 和他们的十一衣红角华 九寇虎泉 踢门要求八寇虎泉 邓家泉还钱 在九分的过程之中 九寇虎泉非常努力 各种暴力动作加上大声咆哮 最终惊动颈方到场 而冲突的起因 据闻就是八寇虎泉欠债过百万 但是就一直借钱不还 因为一直以来 嫂嫂都对自己的八弟 亦即是洪家泉痛爱有加 在她欠落大笔赌债之外 嫂嫂除了借邓家的钱帮她还债之外 还叫几个子女帮忙做担保 所以这个伏帝摩的做法 一帮子女自然就是深深怨恨 而且她们和长嫂的关系 本身就是出人意料地恶劣 而邓绍尊四兄弟姊妹 又和十一依 九寇虎的感情更好 所以经过这次土債事件 一家人就划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战队就是包括四名子女 长哥、九寇虎、十一依为同一阵线 而长嫂就和八寇虎站在同一阵线 形成第二战队 这场真产大战进入护攻的阶段 双方互有攻守 战古齐鸣 第二战队的长嫂 就骂四个子女是红衛兵 迫害亲母 第一战队就反击 说长嫂和八寇虎红家全是母侄天和奸国寇 他们双方在猛烈攻势之下 完全不留一丝的情面 在1997年的年初 长哥掃病并发 因此再次入院治疗 而全香港的市民 就对于这场真产大战陪加关注 每天都好像在追连续剧那样 而为了要抢占舆论 邓家两派阵容 各自利用媒体为自己发声 不惜将家丑公诸于众 似乎一定要将对方的名语掃地 第一战队的四名子女爆料 说自己的妈妈围绕不尊 倒处勾搭男人 而长嫂的好友 新城电台主持人白允琴 就在电台节目上 指责邓家子女不孝 又说长哥慈善凌王的称号 是浪得虚名 所以因此在电台 引起另一位主持人雷宇洋的不满 他们甚至在直播期间掀起麻战 白允琴更加在直播节目当中爆粗 客外了当时的听众 正当麻战如火如途之際 另一边 长哥的情况就相当不妙 他住院治疗1809日之后 终于杀手人还 享年81岁 一代粤剧名领 就此借目退场 但是邓家的真产大战 就并未因此而停止 甚至连长哥的葬礼 都成为了母子两派的战场 可能就连长哥都想不到 以一身行善而赢得人间美遇的自己 竟然在小小之后 他的家人 会用这样的方式 令到自己蒙羞 长哥出笨当日 以长子邓绍尊为首的邓家子女 当场宣称 和长嫂断绝母子关系 更加拒绝对方入灵堂拜祭 而另一边的长嫂 就愤怒扬言 要抢走长哥 临设灵堂 更加举行记者会 大爆家丑 他说 邵尊叫我准备好四千万支票 才可以入灵堂拜祭长哥 所以双方因此又再度发生争执 最后 为了令长哥能够安心上路 所以四名子女 最终都是同意 给长嫂尔未忘人的身份 送爸爸最后一程 而事实上 趁闪母子连珠炮发的对峙 归根究底 其实都是浅作怪 话说 四个子女 之所以拒绝长嫂进入灵堂 是因为长嫂先前 将家的现金全部转走 以至于长哥住院期间 所花费的三千万治疗费 一时之间都没有现金支付 导致四兄弟姊妹 要变卖自己的产业 去支付治疗费 而长嫂就分文未出 更加过分的是 在长哥住院期间 长嫂都只是去探望过一次 除此之外 令到母子之间势如水火的 就是长哥所留下的遗图 因为长哥将自己所持有的 4.2亿财产 通通留给四名子女 而对付出了全部青春的长嫂 在某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薄情之极 根据长哥的遗图表示 长嫂经济独立 所以不会得到任何遗产 若然他提出任何争议 就被一元作为解决 身受救恨 恩怨难料 而一家之主长哥的离世 并没有令到他们四母子握手言和 再拾亲情 反而在葬礼之后没多久 军动全港的邓家大战 就去到白热化的阶段 1997年8月 是长哥葬礼之后的第四个月 长嫂就将四名子女告上法庭 申请将长哥生前创办的 马和有限公司清盘 并且争夺公司 所持有价值过亿的西贡地皮 虽然第一波短兵相接 很快就停战 他们双方最终都同意了庭外和解 但是没有人猜到 宁静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 就再度开战了 1999年12月 长嫂再次上诉 声称自己租到子女的牌制 要求法院将楚留香酒楼清盘 在第二次的交手 长嫂最终败笔 更加损失了1700万的堂费 真可谓是得不常失 之后 鄧家母子不断对保公堂 双方各不相让 并且透过传媒不断叫囂对骂 当中所发生的剧情 比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更加精彩 而他们这场真产大战 当年《无线》和《亚士》 几乎每天追击 甚至每天都登上报纸的娱乐版头条 直到2006年 鄧家真产大战的官司 总算是叫收官落幕 最终长嫂全面败数 哪怕他心有不甘地 在记者面前卖惨 打亲情牌 说自己17岁 嫁鄧家 怎么都要收回青春补偿费 这样才公平 但是最终都是于事无补 而且欠来欠去 只不过是触览打碎一场空 而在官司期间 楚楼香酒楼也都如嫂嫂所愿 结业清盘 鄧家子女同时因为经济问题 将手中的永祥大厦九成业权 以九千多万的价格 出售给东华三院 加上早在1997年 嫂嫂嫂就已经捐赠了一成业权出去 所以永祥大厦从此 也都彻底告别鄧家 多年以来的争斗 鄧家母子之间的亲情 嫂嫂就已经荡然无存 而戏剧性的新闻 就每日都霸佔着娱乐版的头条 成为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话说有一年的清明 祥嫂声势浩大那样 带着四只爱犬去拜祭祥哥 四只爱犬 声称是用来代替四个造反的子女 他还暗喘表示 狗仔都听话过他们 更加不会争家产 后来又有媒体爆出 长子邓绍尊 疑似是被祥哥林毅授命 要求他一定要做一个洗脚不抹脚的败家仔 为日后真产赢得胜利做准备 所以这样的一段经历 完全可以用忍辱负重来形容他 2006年10月 也即是官司结束没多久 鄧家大战这出连续剧 竟然出现神转折 曾经打到天分地暗的母子五人 竟然在长嫂61岁的生日宴会上 一敏敏恩仇 鄧家世纪大和解的消息 瞬间席卷全港媒体的头条 之后 他们无辞之后维持了 几年落也融融的关系 仿佛以前的事 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2012年 长嫂还带着鄧绍尊 鄧小艾两兄妹 同台接受升级会客室的访问 当时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 趁着揭开了母子不和的原因 长嫂也有反省 自己当年对子女的态度太过恶了 又遗憾地表示 真产风波 其实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但他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做一个慈母 一家人回顾当年 似乎情真意切 见到此情此景 观众都纷纷以为 更加的真产大战 终于都迎来了Happy Ending 可以在花园又或者天台BBQ 谁知这些温馨的岁月很快就静止 在2015年 邓氏一家 再度风起云涌 而这一次 就是长嫂公开斥责 除了三仔邓绍以外的三兄妹居心叵測 他们拿了一大堆文件迫自己签字 摆到明就是想霸卖自己的棺材本 又表示他们之前就已经害过自己 所以不得不防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长嫂的战斗力依然不减 即时上演吵架真人show 他将几个子女 吵到真的妈妈都不认得 更加说自己忍辱父仲18年 但是几名子女就反击 对于妈妈一如既往的反转猪肚 邓绍尊就完全不客气 直接表示 叫他不要吃那么多不应该吃的东西 据问 相方之所以再度开战 主要是因为遗产税 虽然细节无从得知 不过归根究底 其实都是利益上的问题 总而言之 难得破镜重圆的一家人 他们的关系又再次破裂 一直去到2017年 长嫂参加好有老婚的葬礼 他终于翻言醒悟 决定以长哥和自己的名义 成立家族基金 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子女 又或者是因为长嫂之前的反复无常 有过前科 所以对于他这一次和好的请求 邓绍尊当时就显得很淡定 他说 好仔不论爷田地 遗产有没有都无所谓 不过 长嫂就似乎是很认真 他公开表示 自己对过去的事情感觉到羞愧 希望可以和子女修补关系 只可惜 这段母子情缘 最后都是趕不及修补 在2019年5月 长嫂抱病入院 由于他未能够抵挡病魔的煎熬 最后在四个子女的陪伴之下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长嫂离世之后 角怒余记最为关心的 自然就是长嫂多年以来草草埋卖 高达15亿的遗产如何分配的问题 当时就有传言说 长嫂留给邓绍尊那份是最大的 不过无论遗产怎样分配都好 好在历史并没有重演 他们四兄妹一直手足情深 最终这笔巨额遗产 没有再掀起丝毫的风波 自此 持续近20年的邓家真产大战 李日客才可以说是真正完结 而邓绍尊也真正可以继承 长哥的遗愿 做一个正宗洗脚不抹脚的二世组 吳Sir认为 长哥的粤剧艺术成就 洛杉浩斯的慈善举动 令到后背对他有高山仰子的敬仰 而他的风流情史 和过世后的真产风波 又令到他的家庭被人平头稳足 但正所谓 名利带不走 万般皆是圆 为了钱而欠奔头 导致一家人的关系完全破裂 相信长嫂想回头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大家对这件案件有什么想表达或评论 欢迎在留言区里说给吳Sir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Z档案吳Sir的频道 吳Sir也新增了会员制度 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 以及会员优先看和专享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热烈支持 若然吳Sir最迫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请你动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